來來 要聽媽媽的話喔 你再聽媽媽的話吧 聽媽媽的話 要聽媽媽的話喔 我的老天兒呀 太開心了 總算不用一大早起床 弄孩子上學了 大飛 你知道有一件事情 比鬼故事還可怕嗎 什麼事 你說說 就是要放暑假 怎麼... 為什麼放暑假可怕呢 你知道我有三個寶貝耶 他們放暑假 我不把課程排滿 我就會每天被小孩黏著耶 嫂子 我跟你講 我最近嫌到不得了 讓我來幫你 我整天黏著你也是OK的 小孩不打什麼意思 黏誰啊 你要黏誰啊 我說黏著三個 你幹什麼 還是你要我黏 你這樣已經構成性騷擾囉 構成了嗎 你幹什麼東西 好痛啊 你沒有被... 老公... 沒事... 翔哥 沒事 請坐...來...這邊 好可怕喔 我覺得世界是... 只有一件事情 比鬼門開還可怕 那就是校門打開了 真的 放暑假 你都無法理解那種感覺對不對 是嗎 哪裡好 你知道 小孩平常啊 怎麼樣叫他起床上課 就是起不來 暑假一放下去 任何假期一放下去 他早上六點就給你起來 對 內建鬧鐘 然後就問你說 媽媽...我們今天要幹嘛 好無聊... 那個誰... 我們要不要約他出來玩嗎 媽媽...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你校門的憤怒耶 假期對我們來說是噩夢耶 尤其他們放假 大人是還在上班的耶 對 現在目前大家大部分 都是雙星家庭 那就會講到我剛剛的困擾 小孩子如果一放暑假 等於他是都在家裡 你要幫他安排好 要不然父母親怎麼分配 對不對 兩個都要上班 最頭痛真的這個假期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弄 然後又不能隨便找一個地方 就丟去這樣 對 雖然很想 而且小孩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對 聽到我無聊就很想揍他 真的 然後或是你幫他安排好 然後約誰 他就說 他罵在田裡 對啊 這次要歡迎跟我一樣 有同量困擾的聽話團 對 以及這個演藝圈裡面的模範夫妻 歡迎唱片哥還有雅蘭 嗨 大家好 好 接下來這一位就是 還是說我們把小孩丟去給他 好 不錯 比較好 對啊 在整個暑期當中 可能還可以獲得一些什麼知識 對 歡迎又是醫師陳慕容 大家好 對啊 可以嗎 我們暑期可以把小孩丟去那裡 對啊 搞不好每個都當醫生耶 對啊 千萬不要 蠻好賺的喔 馬上先拒絕了 每個人都以為 醫生對於小孩子一定最有辦法 抱歉 真的很累 拒絕太快了吧 醫師 我跟你講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啊 疫情的關係 然後暑假 所以我真的很久沒有暑假待在台灣 其實去年蠻好玩的 因為去年我們就去了紐約去 那個華盛頓 然後呢 就帶小孩去看了很多歷史 可是真的很累 因為你每天八點就要起來 真的 很早 真的假的 沒有再放假 因為你每天八點就要起來 然後你就要安排 今天要去的博物館 然後要去哪個路線這樣 然後吃東西 吃飯什麼都要安排 對啊 我們都喜歡睡覺自然醒 在國外 沒有辦法 在美國你們還是要自然醒 你去美國睡到自然醒 你不會去美濃睡到自然醒就好 對啦 老闆都一樣啊 放鬆啊 因為美濃只能吃板條 美濃只能吃漢堡嘛 美濃只能吃漢堡 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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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覺得暑假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更累的 去年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們去了大概三個禮拜 也快一個月 Google AirBnB 後來住了一個整棟house這樣 然後後院庭院滿大的 還有烤肉用具什麼 對 我們去出發之前想說 太好了 我們可以在那邊烤肉 享受美國人家庭 真的 從那邊到尾 烤肉架都長蜘蛛絲 你根本沒辦法用 然後你知道 加州的天氣很熱 對 因為它有點旁邊靠近沙漠嘛 我說該去都去完了 不然你Google看看嘛 好啦 出門還是他們去 可能去 Victoria Garden啊 或是哪裡去晃一下 晃完了 時間可能下午四點鐘 對 真的不曉得要去哪裡 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回到家 他說好啊 因為真的很熱 回到家不到半個鐘 我們該出門了吧 真的 我覺得很合理啊 對啊 很合理 開很累 我想會頭很痛 因為你出去開車叫開很久 你以為五分鐘齁 美國的五分鐘不一樣 那是半個小時 對 好遠喔 真的 而且你剛剛說 那烤肉架 車程很遠 烤肉喔 爽一天刷三天 那個烤肉架 真的很累喔 真的很累 所以今天也要 聽媽團的調查啦 就是顧小孩一天 有覺得比上班累的請舉舉 這是當然的了 妳居然沒有 妳怎麼了 我覺得跟上班還講多 想要做面子是不是 想要再看自己 總要是要好好的 發揮一下母愛 要照顧 要好好照顧 因為她平常都愛上班 所以她也會這樣講 因為平常沒有時間照顧嘛 好不容易有一點時間了 就要好好的 好 謝謝下一位 志勳 妳也不覺得 因為我的小孩已經大了啊 所以我現在跟她 就像姐妹在玩啊 是 對啊 我都逼她出去 要叫我姐姐啊 所以常帶她出門 所以我常帶她出門 其實現在是小孩 不願意放暑假 對... 妳也沒有... 妳也不覺得 我覺得 真的 對 我愛心 你看你們這些壞家長 媽媽 小孩子只有個童年 真的可以利用寒暑假 好好陪他們 妳也沒有喔 對 我也沒有 好啦 我覺得做面子 要做到一個程度就很容易 那還是有四位是 覺得真的很累啦 對不對 覺得這樣 對啊 沒有 他們放假之前 就會很期待說 我要帶他們去哪裡玩 然後可以好好陪伴他們 就那一整天一開始 大概半小時以後 我就算了... 耐性完全用完 對啊 好的 暑假家長類型分成哪四種呢 分成 上暑期安親班 二 安排才藝課程 三 一路玩到開學 四 長輩輪流照顧 五 送警察局 妳剛剛面子做得很好 送警察局 第一 上暑期安親班的 會是哪一位家長呢 我耶 因為現在我們家那個大女兒 她已經開始上小一了嘛 然後他們學校呢 就會有一個風氣 就是暑假的時候 你要先去把 然後開學的時候才不會跟不上同學 所以妳現在就幫她安排 週一到週五去上 英文暑期安親班 對啊 就是六日才給她放假 會依照她想要上的直排輪 或者是跳舞 然後或者是美術 可以讓她有一些作品產出 那也可以叫作業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校外的教學活動 就是他們會去伊蘭 騎馬 然後有一些攀岩 這種很簡易的 騎馬 對 讓他們放放電 那都是外面的課程跟著走這樣子 是現在暑期輔導班 她會有一個套餐 所以她有自己的時間嗎 她有自己的休閒時間嗎 她就以為她早上 又要去上學了 然後又放學了 然後又六日了這樣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好想要洗腦她 安排才藝課程的有誰呢 全部都有 才藝現在這麼夯啊 很多耶 OK 但要利用暑假的時候 好好給她補一下啊 剛才是誰說 小孩子的時候 不是 現在就是要陪人啊 暑假的時候 你可以安排多項一點的才藝 讓她多去接觸 如果她真的有興趣 就要開學之後 再可能一個星期固定一次持續 這樣就好了 對 很有想法的安排行為 威娜 很謝謝大家送他們去才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本身就是在暑假期 我會 教才藝 對… 自己在表演 所以小朋友特別多 謝謝你們 天然招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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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藝這個網 也曾經安排過Ema 去高雄我朋友家住 然後就去學跳舞 學跳舞 我跟你講 我女兒也學過跳舞 然後也是被我強迫的 她學校就會跳那個什麼孔雀舞 然後她永遠都是排在第一個 就是跳得很好 然後很軟Q的 媽媽就覺得 哇 你跳得很棒啊 有天分 我覺得你有天分 你一定要去學 然後她就不喜歡 然後我就幫她安排了 那個雲門舞蹟 哇 跳舞 藝術學愛 然後她就學得很痛苦 不是 因為你知道 爸爸媽媽兩個人 有的時候觀念不見得一樣 對啊 是 媽媽是說 我就要逼妳去學 就像她現在對我兒子說 我兒子 就要逼她 然後我兒子就要痛苦 說我不要 孩子不要 你就要放在她 想要對的位置就好了 你幹嘛要逼她去學 她不想學的東西 女兒就不會跳舞 然後她就逼她 她會 是她不喜歡 她不喜歡這個方向 就別逼她嘛 那我覺得是 孩子你要什麼 你開口跟我講 對 自動跟我要求的 我一定無限支持 因為要往上去 那我就支持啊 OK 所以她只要說 譬如說我兒子說過 主動要學爵士鼓啦 鋼琴 也曾經說要跳舞嘛 周杰倫啊 對 對啊 然後 像這些 你主動開口的 還有游泳 我說好 她有興趣 有興趣 對啊 其實我們在講 學才藝這件事 的確有 爸爸媽媽為了你好 其實孩子自己沒興趣的 跟孩子自己有興趣的 對 不要把爸爸媽媽自己心裡面的想法 硬灌輸到孩子的身上 對 那另外一組是 可是問題是她實際做了之後 她又退縮了 這種其實是有點辛苦 是啊 所以我都會跟很多爸爸媽媽講說 有些才藝班如果有一堂兩堂的 其實可以先讓她去熟悉 讓她知道說現實她會面對的情況是怎麼樣 有的時候有些孩子你必須要 好好的跟她溝通 陪伴著她練習 久而久之她就會有那個興趣 那有的孩子如果十堂課都學完了 就沒有那個興趣 那我覺得就是試探一下她的方向 那不合適就換個才藝吧 其實我的看法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像我們小孩 你給我上完這樣子 不是 前衛出發點 前衛出發點 一個孩子她在成長的過程 我們都希望她未來的方向跟興趣 我們要幫她發掘出來 那我是用三句法 譬如說十樣東西學了 然後有些東西可能學兩個月 學一個月 不學了很好 剩下八樣 剩下五樣 剩下三樣 國中之後慢慢的辦穩定了 你可能剩三樣 三樣裡面再接觸到最後 到高中剩一樣 你的方向就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 OK 那剛剛看板上面的第三 就是一路玩到胎學的 我跟你講因為我 我小孩子小時候 我有一個陰影 那時候我 逛一個外景節目 我大概主持了十年 第一次做起來 我不在身邊 有很多的陪伴 我沒有參與到 對 我都是靠她拍照傳給我說 爸爸你看她 你看她 我覺得不應該 好可憐 真的 不是 因為你成長過了很多東西 你就失敗掉了 那我不是在買孩子的回憶 我是在買我的回憶 對 所以我一個暑假 我就說不上 我說就玩啊 幹嘛 我們就一直玩啊 但是你的功課要自己負責任 該寫完就寫完 但是你的玩法 會不會讓他們覺得很疲倦 對 我們比較疲倦 沒有 她之後把小孩 玩壞了 玩痠了 她就說 買一個寶寶的貼圖 喔 莉莉 還是在賺錢 還是在賺錢 我跟你講小孩其實真的很簡單 就是暑假碰到誰就好 有一年我也是花超多錢 然後帶上去那個 美國奧蘭多的迪士尼 對 然後那邊 迪士尼的園區有五個喔 哇 很棒耶 就是迪士尼樂園的最終目標基地這樣 然後五個 然後我們就去玩 每一個都去玩 然後回來之後 她就覺得 媽媽還想玩誰 然後想抓住暑假的最後一個波 八 那時候的巴仙樂園還有 所以我就帶她去巴仙樂園玩 最近嘛 然後玩完完 她就說 媽媽 怎麼玩 還是巴仙樂園好玩 你還想把什麼蛋醬菜給你 我真的要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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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嗎 我好懶惰迪士尼 顧個園區 真的 花了多少錢 媽媽規劃初期行程 孩子們真的喜歡嗎 就是我兒子的游泳 已經學會了自由式 希望可以暑假的時候 可以多增加幾次 是啊 那你最近規劃 你有先跟小孩溝通過嗎 有啊 她們有在聽嗎 很明顯看她不是這樣 對啊 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去韓國 烤肉之旅 第二件事情我想要去 日本的帶海盜 吃冰淇淋 韓式料理吃一次先 對啊 韓式料理啊 北海盜冰這個 現在便利商店都有賣了 對啊 對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聽媽團的愛寶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OKBON的小貼士 是 那OKBON的部分是什麼東西 什麼傷口都可以用了嗎 當然不是 我們有三種傷口不能用喔 第一種是被穿刺到的傷口 比如說被鐵釘扎到 被樹枝戳到 這種比較深又比較小的傷口 被貓跟狗動物的咬傷或是抓傷 原因是因為可能會有狂犬病的風險 所以建議還是要到醫療院所 給醫師評估過後喔 這種傷口呢 比較有組織液的關係 所以也比較不建議用OKBON的部分 整理食鹽水 記得要先在外面稍微滴過 因為瓶口的部分沒有去做消毒 綿棒沖濕之後呢 畫下去 同心圓的方式 慢慢的擴散出去 去做第一次的清潔 這個部分不能重複到喔 再來的部分的話 是用我們的優點一樣 消毒瓶口的部分 先把棉棒滴濕 同心圓的方式 不去重複到 大概兩公分 愛寶示範的聰明傷口三消法則 記得使用乾淨的棉花棒 沾濕醃水與優點 重複三次消毒 大家也能輕鬆學會喔 好 洗掉一點之後 用乾棉棒 把我們剛剛已經清洗過的傷口 擦乾 記得傷口 盡量保持乾燥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拿OK棒 把它貼起來了 我會建議小朋友 還是要用小朋友的OK棒 因為這種透明的它比較黏 小朋友皮膚比較脆弱 這樣子我們傷口就消毒完了 就是蠻困難的 不要說小孩 我們都收不了心了 對啊 暑假快結束 其實是有個失落感 真的啊 我也覺得 但到底小孩玩一玩 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收心 以及幫助我們自己收心 真的 其實這真的很重要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在暑假裡面 我都比較不建議孩子 出現兩個情況 第一個是 一整天都在看電視 好的 一整個暑假六個星期 八個星期 都在看電視 還好沒有 因為那位還有時候會看手機 這個沒有好一點 沒有看電視看手機 我下次會改口 電視加手機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不理想的 第二個我會覺得說 即使是暑假 我們的生活作息 比如說晚上十點歲 了不起十一點歲 隔天早上九點起床 八點起床 這樣還是維持會比較好 沒有做到這兩個不好的行為 接下來我就要回到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迅速收心 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會覺得說 我們安排出國的行程 或是旅遊的行程 不要安排到緊緊緊的 前面一兩天 至少空一個星期的時間 然後生活作息調整正常 飲食調整正常 然後 趕快寫一寫 爸爸媽媽要幫忙寫的 也趕快幫忙寫一寫 這樣子一個星期 至少可以讓他說 我接下來的半年 可能就是幾點起床 幾點睡覺 要按時寫作業 不能夠再像這樣子熬夜 也不能夠想去哪裡玩 就去哪裡玩 沒錯 其實我後來也發現說 暑期輔導也是一種 收心的方式 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長輩輪流照顧囉 辛平是長輩輪流照顧 因為我小朋友 還很小一個三歲一個四歲 所以他們基本上 還不用上什麼安情班 還是什麼 就是玩樂的階段 那其實他們就是 覺得在不同的家 他們就覺得很好玩 可是去阿嬤家 會不會變成 柚子醫師剛剛講那些 都會發生 有可能 可是我會覺得 那也是讓小朋友 跟阿嬤的互動 其實我沒有覺得不好 但是因為可能就是 過完暑假還是什麼 就又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那些互動 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會不會阿公阿嬤帶完 換成你們回來帶 就要重新再挑 他就說 我要去阿公阿嬤家 他們家比較好玩 阿嬤說 對 我們現在還沒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還沒有那麼會講話 我以前奶奶 我奶奶是一個 我們家是一個很大的家庭 就是這種過年要磕頭那種 是這種很大的家庭 傳統家庭 但我奶奶遇到我們孫子輩的 我們每次暑假都說 我們要去奶奶家 我奶奶完全放任 我爺爺是 我想要什麼 我就買什麼 這麼好 爺爺奶奶跟你們磕頭的概念 對 稍微有一點 尤其是那我們要怎麼樣避免 就是這種 這也很難避免 長輩養成的話 這其實真的很難避免 但是我們也不要都怪到長輩上面 有些長輩其實可以堅持立場 你是不是自己也給長輩帶 有壓力 不要怪長輩 不能說壞話 壓力還是要稍微釋放一下 有的時候長輩可以堅持立場 可是拗不過小孩子 所以我通常都覺得說 如果是長輩堅持立場 小孩子一直在吵一直在鬧的這種 其實爸爸媽媽在家裡面 就已經要先告訴好 說他 你在阿公阿嬤那邊的時候 不要跟阿公阿嬤說你要吃糖果 不要說你一直要看手機看電視 你要自己先跟他講好 要溝通好 那有的時候我都會說 甚至現在反正印表機很方便 找個爸爸的圖片 然後比個Nono 出來 不是Nono 不是那個Nono 不是那個Nono Nono 那個印出來說 只要有不合理的要求 就是說你爸爸有講喔 不可以喔 這是一種情形 一種情形是 小孩子可能在家裡面訓練得不錯 可是阿公阿嬤總是說 這沒關係啦 讓他吃一個刺冰鞋怎樣 可能真的要靠 自己往上面的爸爸媽媽講 反正就是溝通很重要 然後盡量希望他們能夠 照著正常的規矩 不要因為一個暑假 就把規矩打壞 對 沒錯 對 理想的狀態是這樣 那我們真的 理想 有時候真的 算了啦 反正他們聽阿蘇妳就這樣嗎 對 真的 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在事前 就有請孩子們先錄好 是的 他們心目中完美的暑假 是怎麼樣的VCR 然後呢 再會拿來比對說 他們媽媽心目中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些小孩子的VCR 所以他們兩個是在演一段短劇耶 對 但是媽媽對於小孩的規劃 完全不是這樣 因為像我的小孩是 我女兒九歲嘛 然後即將是三生四 然後我兒子是已經十二歲 他是要升國一了 然後我女兒的話 他其實寒假的時候 就跟我學過做蛋包飯 因為他很喜歡吃 所以他暑假就想要再進階一點 再學更多一點菜 然後可以自己以後可以做便當 但是我兒子呢 對 你看影片裡面 他就只想要耍廢 但媽媽怎麼可能 讓他整個暑假只耍廢呢 就是黏在沙發上的概念 真的 沒錯 但他至少我在看書 我剛剛看他 看書 可是你也是看漫畫書啊 但是 但是重點是 因為他已經要上國中了 其實真的大家知道 上國中的學業壓力會比較大 對 所以就是媽媽會希望 他可以增強他的那個作文能力 然後還有上英文 也是給他上線上的課程 還有家教老師 暑假還是會依然幫他加強 然後最後話還是 就是我兒子的游泳 已經學會了自由式 希望可以暑假的時候 在其他的可以多增加幾世這樣 就是讓他體能也好一點 多增加幾世 多增加幾世 自由式很厲害的 我學什麼時候吧 我學什麼時候吧 我學什麼時候 其實不錯武術好不好 OK 所以這樣看起來其實 那你這些規劃 你有先跟小孩溝通過嗎 有啊 蛤 有嗎 他們有在聽嗎 很明顯剛剛不是這樣 有啊 就是六日我可以允許他耍廢啦 但是平常我覺得還是作息要正常 那剛才小孩子們的心願 你有可以覺得認為 可以幫他們達成的是哪一個 我覺得過夜OK啊 只要有同學的媽媽願意收留他們 打電動過夜這一種 對 六五村也可以去啊 六五村可以啦 六五村可以 沒有問題 可以啦 假日都可以去 好的 子俊我們看一下你小孩的VCR啦 暑假我最想做的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去韓國 烤肉之旅 第二件事情我想要去日本的白海道 吃冰淇淋 第三件事情我想要去學衝浪 第四件事情我想要去攀岩 第五件事情我想要學全集 孩子 心願好多喔 孩子 你前面兩樣 就不可能完成囉 孩子 真的 對啊 現在疫情怎麼可能出去啊 沒有 我就可以 沒有 我就可以 電腦打開啊 然後你看韓國 手好烤肉 自己在家烤魚花肉啊 可以啊 然後把韓國泡菜啊 帶去台灣的韓式料理 韓式料理吃一次先 現在疫情雖然比較虛緩 但是我還是盡量不去外面的餐廳 真的啊 對啊 都客滿了現在 沒有 還有省錢啊 省錢 北海道冰這個 現在便利商店都有賣了 對啊 沒有 他是覺得一邊滑雪 一邊吃冰 妳在陪海道冷人這樣 妳真的不會想吃冰 然後我還要準備保麗龍這樣 下雪 雪花這樣子 OK 那妳對她的暑期規劃 是什麼呢 我對她的規劃比較單純啊 我就是希望她 因為她想要去做衝浪嘛 可是 孩子妳連基本的游泳都不會 妳又不像媽媽有先天的優勢 在海裡面會浮上來 妳浮不上來 妳還想要去衝浪 但媽媽妳也是要經過七天 才會浮上來 不要 我一下水就好像就上來了 妳說不見得 妳說不見得 因為有水分離啊 大家都知道有水分離 所以妳是馬上就可以浮上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學英文 這很重要 因為她英文程度有比自己 人家還慢一點 弱一點 對 那我就是希望她就是 英文不要像我這樣子 看到外國人只會說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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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不要像媽媽這樣子 真的是在哈囉 真的是在哈囉 我也想要她學拳擊啦 因為我希望她保護自己 而且我發現她的力量比我還大 對... 就我們兩個打架的話 是我打輸她 妳們兩個都在挑戰 妳忽然站成起來 沒有...我忽然就嚇了一跳 我剛才退後兩個 我覺得她有這個天分 那不是打妳打得更兇 喂 那妳現在 妳現在安排得跟她的願望 完全沒有相關耶 有相關啊 她不是也想要學拳擊嗎 有第三個有 想衝浪 那妳就找一個英文老師 教她拳擊 真的喔 也不錯耶 那會不會都學的 都是那個髒話 不會... 或是要消音的那種 妳找一個 北海到來的美國人 美國人 然後教她學拳擊 然後又會做冰淇淋 對 多好 可以喔... 好啦 那至少有一個她可以 你幫她實現嘛對不對 拳擊的部分 好啦 那接下來是誰的孩子呢 同年同日暑假新任 媽媽比女兒還興奮 我想...去... 當帳篷 但...想去... 當... 當... 鋼琴 這樣不好喔 她會說隨隨便便跟男同學說 來我...來我這邊 我覺得他們家的心願都好省錢喔 真的喔 對 會交泉水喔 媽媽會交鋼琴 對啊 真希望今年暑假 爸爸媽媽可以帶我去這幾個地方玩 哇 我這台心臟都挑很快 妳怎麼比孩子還興奮了 是我太興奮了 媽媽比較興奮 對 我很... 很期待這個暑假 大家好 所以我暑假想要去一個地方 反而我暑假 想要回比利時 但是因為 我以為靠狼鬧 靠狼 因為武漢肺炎 所以我們爸爸去 然後呢 我想要 跟我媽去海邊寫生畫畫 然後第三個 我想要搬家去一個超超超超超超 超級級級級級級大的家 然後呢 我想要和朋友一起錄影 第五個 最後一個 我要一直待在家 一起睡覺 拜拜 女兒好濕耶 很有笑 對耶 我每看一次笑一次 超好笑的是不是 很可愛耶 對 她很大方啊 對 很大方 因為她這個太兩極了 她OK的時候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盡量幫她實現 她最後一個是說什麼 就是每天在家睡覺 在家睡覺 妳她很肉的概念 如果妳實現她第五個用 她前面四個就 都不用做了 對啊 所以我的確有特地安排了 大概整個暑假應該會安排 兩個禮拜是 她不用做任何事情的 其他就塞滿了 這麼好 對 就讓她可以 還是可以滿足她一點點 就是可以在家 就是自然睡到性這樣 對 那其實我覺得我安排了 其實滿多的就是夏令瑩的體 就是職能體驗 職能體驗 對 那因為她其實要 實際去參與過 她才會知道 她可能對什麼有興趣 就是像動畫 制片記者 小小記者 哇 好厲害喔 試驗 哪裡找這些夏令瑩啊 但我超級 覺得她超級適合妳 要安排的第二個 七劇表演 七劇表演 沒有耶 她平常其實 有時候在學校 老師都跟她講說 她 太傻了 她太傻了 她這還叫太傻了 她講不出來 她是不是很兩極 她雙子做的 這種夏令瑩職能體驗 是真的 如果送小孩子去上的話 是真的能夠提早 幫助他們找到他們未來職業的這種方向嗎 其實我覺得未必 不是百分之百 舉例來說 我去參加一個小小記者夏令瑩 你了不起只能知道說 我可能比較外向以後走這條路可能合適 或者說我很內向我走這條路不是那麼合適 了不起只能二分法稍微分一下下而已 但是其實以後真的職業走什麼 其實說真的很難從現在這麼小 就去評估到 好玩 放電的地方 對 OK 接下來是哪一位孩子呢 她想要當帳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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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要當帳篷 這樣不好喔 她會隨隨便便跟男同學說 來我這邊 進來坐 不行不行 好可愛 她現在幾歲啊 她現在四十歲 好可愛喔 她的心願就是非常的天真活潑 對 因為爸爸很常在水裡面 所以他就希望可以跟爸爸一樣 就是每天都可以在水裡面游泳 因為他爸爸就是潛水教練 只有潛水教練 對 覺得你好像都可以完成耶 對啊 學游泳潛水 對 那鋼琴因為我本身就是音樂系的 那所以就是 基本上如果他來我們家住 那我就是自己教他這樣 我覺得他們家的心願都好省錢喔 真的喔 對啊 所以意思是說 主要爸爸媽媽要搶 真的 那他心願是可以達成啊 那是百分之百 對 因為他就是看我們在幹嘛 他們就很想要一起 現在的年紀就是很想一起這樣子 學爸爸媽媽 對 學爸爸媽媽 那接下來是誰呢 Jason 暑假想去哪裡 拜 好棒喔 他為什麼有一種董事長喝醉啊 對啊 你本身是有看過董事長喝醉是不是 有一種董事長喝醉醉 對 對啊 不好意思我需要翻譯一下 他剛剛是說要去哪 弟弟他是 因為他平常都架子的時候 滿常帶出去 那他想去的就是宜蘭的蠟筆工廠 因為之前我們帶過他去蠟筆工廠 他第三個是米奇 因為之前我們 其實每一年都會出國玩 那兩歲 我們想說兩歲剛好大家去出國 去日本的迪士尼 那時候就規劃好了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完全不能大家去體驗 所以他期待看米奇 他超期待的 出國沒辦法 其他其實我都會幫他安排 但他這麼小你會幫他安排什麼 你的計畫是什麼 有 去應酬啊 就做一些這種事 目前就是我有幫他規劃 就是 因為他現在兩歲半 其實吸收能力滿好的 不論是中文或是英文 其實他就是 從玩樂中這樣學到滿多的 那第二項的話 是團體課程 就是認識動物 他好愛恐龍喔 我不知道我什麼男生都好愛 一定的 一定的動物 男生很愛動物 對他看到家裡全部都恐龍 不然就汽車 我都整個覺得快瘋狂了 對然後他 因為我覺得他在課程的好處 是因為他會拿真實的蛇 他是安全的無毒的蛇 讓小朋友去 真的蛇 然後不會讓小朋友完全去碰啦 就到學說吃蛇 嚇死我了 對沒有沒有 不過有一天回家說 媽你看我在蛇的肚子裡 太可怕了 嚇死人 就是教小朋友 就唯一這種 比如說 紅龍的演化石 他就只是拿一個就是標本 讓你們這樣看 所以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你家小孩幾歲 兩歲五個月 所以五個月進行體勢能訓練 會不會太早了一點 其實不會啦 如果是合格的教練的話 他其實都會知道說 每個年齡可以適合的動作 跟持續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唯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每個孩子竟然不一樣 有些是 那個3D同胞放山雞 所以他可能可以持續很久的運動 持續很久的訓練 那有些就是我以前就是 然後呢 一開始的循序漸進 而不是大家都是同一標準 一開始就猛充 這樣子就比較不理想了 你健身房可以做一個暑期的那個 我跟你講那一天我們朋友 就帶他小孩來 他小孩九歲 十歲吧 然後他當然是拿最輕的 就是一磅的那種壓力 我們所有的動作他都跟著做完耶 那你暑假就可以做一波 我還沒講完 然後他做完之後我們去吃飯啊 他平常是那種吃著電池 插到這種 然後我們那天吃飯 他整個吃到一半 他超累 睡在餐廳 我跟你講 對啊 小孩立刻放電 真的 那接下來是哪位孩子呢 大家好 我是Foria 黃紫嫣 我今年暑假想去的地方有好多 但是希望爸爸媽媽可以在今年暑假 帶我去這五樣地方玩 第一樣是高雄的劍湖山牛樂園 第二樣是花蓮的遠雄海洋公園 第三個地方是親子民宿 第四個地方是大飯店 跟第三個不一樣哦 第五個是 哥斯大利家或巴西 真希望今年暑假 爸爸媽媽可以帶我去 自己的地方玩 加油 搭乘我的願望 GO 他在跟你說加油 加油 加油了嗎 好渴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國外小朋友就是 好落落大方 對 大方 好渴 他做這個VCR 他特別打扮耶 我都不知道 而且他還有提醒你喔 親子民宿跟大飯店不一樣 對 他怕我聽不懂 對 那我女兒今年是十歲 都市年級 活動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可能那個遊樂園啊 這些地方 對啊 會大乘的 劍湖山這OK啊 海洋公園也OK啊 這個我一定會大乘 另外一個家庭是在科斯塔利加跟巴西 OK 對 那妳對他的規劃是什麼 我現在心臟都挑很快 因為剩一個月嘛 對 妳怎麼比孩子還興奮了 是我太興奮了 爸爸比較興奮 對 我很 很期待這個暑假 很期待 比小孩子還期待 小朋友一看我就說 媽媽還好嗎這樣子 她在安慰她耶 對 他們還要安慰我 不要太興奮這樣子 她爸爸是職業軍人 然後我們很少看到她 最長的話 我們可以半年一年沒看到吧 是 然後那一天她就傳了照片 她是這邊打一個 我跟妳講 這邊再打一個 然後一根針是這樣子穿 這樣子橫灌的 也只穿眼鏡 全天這不是吧 哪有 趴在海灘上 然後把比基尼解開 曬的時候才不會有比基尼 不是啊 你背部好好全部都曬完了 那你只要翻正面也要曬圓嗎 那正面怎麼曬呢 可是你平常都在看 在沙灘上面看別人家的女兒 你也沒怎麼樣啊 對啊 其實同樣身為有女兒的爸爸 我竟然發現我的想法 跟昌明哥 是不是 給媽媽媽 她一年會有自己的假期 然後我們就不浪費她的假期 就是盡量收集她的那個 假期再放暑假 暑假使用 就可以一次勤好幾天了 十五天都有可能 對 我們就會 這個時候是很想要孩子們 都陪同她 因為回到家是不一樣 跟你出去玩會不一樣 所以希望他們是一邊玩 一邊相處 一邊拔拔看孩子們的成長 就是感情會很好 對 非常好 OK 然後最後的話 是因為我本身的活動很多 童彎玩水的所有的樂園 我的行程是已經滿了 就是活動 我必須要在那裡表演 還有跟小朋友一起相處的表演 所以如果沒有我的孩子 我工作我會很辛苦 因為我不是辛苦會想他們 我覺得我在陪同一大堆小孩 為什麼我的孩子都不在這 然後他們也很期待 因為會看媽媽 可能一大堆朋友 小朋友一起玩 那這樣子滿好的 就是邊工作邊 對 他這三項綜合起來 就是 所以就爸爸去玩 但是我要看到你 對 他的心願除了不能出國之外 應該都可以實現 樂園 都可以 都可以實現 因為這一次剛好也成那個 政府啊 是 然後還有很多 這一次 十九歲以下樂園不要錢啊 這個書家很好 對 我們真的 滿了 可能以前沒有那麼多人 現在聽說會後很多 是 一定很多人 對 那現在呢 剛才有一位媽媽 就說他什麼 禮拜一嘛 到禮拜五 把他排滿滿 英文的安晴班 本身是經紀人 對 只有六日可以回到家 本身是小孩的經紀人 是... 那我不知道他的小孩 到底心願是什麼呢 對 不是不舒服 我想要在這邊 都不要寫功課 Yeah 我要去離萬天的 迪士尼可視藥的那個 傳染病號 這樣就可以聚了 Yeah 然後我還要 是無限多的巧克力 太陽拿Switch 他拿藍色的 我拿紅色的 這樣我們可以一起玩 比如說他想玩 我就說不要 因為我要坐在他上面 還有 我上次要跟媽媽去 吃那個 那個 然後還有畫畫跟鋼琴 畫船 畫船 畫 每一個人 畫 很痛喔 跟你的安晴班差距才大 沒有 跟你的迪士尼可能要畫的囉 沒有 給我一點 小孩子 你可能只能在安晴班了 沒有 你在安晴班划船 給我一點時間頻繁好 好 就是 對 基本上小孩他們的心願 我會盡可能去達成 所以是 確定嗎 確定 確定 我對小孩子的看法呢 就是說因為他們平常 已經在都市生長了 那科學壓力也很大 那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完之後呢 其實 我會想要帶他們的 反而是去 比較鄉下的地方 感受一下不一樣的生活圈 但他們只有六日的時間啊 對啊 暑假也可以有一個禮拜是空的 然後一邊在台滿這樣 OK 對 八個禮拜只有一個禮拜空啦 對啊 對 如果這個 八個禮拜 過兩天 OK 但是這是 Grace孩子的心願 我們也算了啦 就是讓他們 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長大 對啊 看起來他們剛剛這樣笑著講 其實壓力也很大 對 因為媽媽這個板子 應該寄回去給他們看一個 不要以為沒有你們兩個事喔 其實今年 今天我們有錄你們家小孩的VCR 兩個都大了還錄啊 兩個都大了耶 大了也有心願啊 對啊 他們什麼暑期心願啊 說不定就是 爸爸不要再管他們啊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侯家的孩子怎麼說 我今年呢 在暑假有兩個願望想要達成的 第一個願望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打籃球的人 所以我很想要去抱對 然後去組隊去打籃球比賽 這是我第一個願望 然後第二個願望呢 我希望可以 彈鋼琴彈完一整首古典音樂 就是完整的彈完 所以這是我第二個目標 然後希望在暑假可以完成它 今年暑假我有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 我想要全家一起環島 不能整圈 至少半圈 第二個 我想要穿耳骨洞 爸爸不要反對 第三個 我想要今年暑假 晒成我想要的古銅色肌膚 爸爸你不要用老古板的審美觀 看到我的改變 對 其實我覺得 我的天啊 一模一樣耶 我的天啊 而且他就是 用著昌明哥的外表 然後在用亞蘭的動作在講話 對啊 在講話 真的耶 好慘喔 孩子真的不能偷生這個基因 怎麼樣 看完如何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兒子太假掰了啦 對 偶包 什麼古典音樂 對啊 沒有 我兒子他本來籃球 他今年願望 如果沒有疫情他是說 可以帶我到美國 他超想去的 對 可是很貴 我本來是說OK啊 然後但是因為就疫情不能去 我也鬆一口氣嘛 一定會吧 那個夏令儀要多少錢 那一百萬也要二十 二三十萬 二十出頭萬之類的 不包括住宿跟機票嗎 沒有 機票不函 不函 就當地參加的 當地參加 難道你鬆一口氣 對 錢沒那麼好賺 對啊 對 然後女人那個是因為 不曉得 因為他一直很想要 因為他現在是十六歲 一直想要在外觀上面 做一些手腳 然後他已經打了耳洞囉 媽媽帶他去打 然後那一天他就傳了照片 我跟你講這個耳 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是耳骨 耳骨 這邊要打 不是就一個洞喔 他是這邊打一個 這邊再打一個 然後一根針是這樣子穿 這樣子橫貫的名字穿眼鏡 很好看 很好看 時尚對不對 真的 我就覺得那不是很像 哪有 很好看耶 那我覺得他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而且他想曬成古銅色科目 古銅很棒啊 不要 現在流行古銅你看他 是不是 不是 小麥姬 你怎麼還停留在一百遮三醜 不是 而且你知道我女兒是想要 然後直接比如說穿那種 三點式的那種比基尼 然後趴在海灘上 然後把比基尼解開 曬的時候才不會有比基尼 對 不太好 不要 千萬不要 不太賣啦 然後結果媽媽就跟他 討論的跟什麼樣 就說那我跟妳講姐姐 那妳不然我們去找那個什麼 註塞相 註塞機 不然去註塞機 然後後來兩個人就Google了半天 可是好像那有點危險 別了好了 還是去海灘 海灘 姐姐不要啦 因為海灘你打開 那人家男生會一直在旁邊看 對啊 可是男生一定會看 一定很多蒼蠅啊 不是 男生當然要看 但是女生這樣也很棒啊 對啊 棒在哪裡 不是啊 那妳背部好 全部都曬完了 那妳總要翻正面也要曬圓嘛 那正面怎麼曬呢 可是妳平常都在看 在沙灘上面看別人家的女兒 妳也沒有怎麼樣啊 她是健康的心態 妳曬鼓勵她 她真的很老古板 因為她像我 我穿泳裝 她也會有限制 她限制我穿的泳裝 就是 相當限制 防寒衣 然後長袖長褲那一種 我沒有那麼誇張啊 她唯一能夠接受 就是到膝蓋 沒有啦 妳寫 她會限制我們很多 然後我女兒就 比我更有腫一點 她就跟我說 爸爸 你可以管我 不能刺青 不能抽菸 不能做不對的事情 但是 我的頭髮是我自己的 你不能限制我 我要曬黑 我要穿怎樣 那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 你不能限制我 然後這時候昌明哥是不是會說 我講過 她說 爸爸 那是老觀念 身體是我的 對 掉淚 柚子醫師 你現在是 你有女兒嗎 我有耶 我說女兒要跟你講說 她要穿耳骨 耳骨可以嗎 其實同樣身為有女兒的爸爸 我竟然發現 我的想法跟昌明哥很死 是不是 我跟妳講 我的想法都一樣啦 所以陳詩你老婆 該不會泳裝也是潛水衣吧 沒有 她不讓老婆游泳 不好意思 不准碰水 對 我都叫她去找 真的 當爸爸現在不一樣 但講真的 暑假是開開心心的時間 就是讓小孩跟爸媽 都能夠雙方適當地休息 是當然最好的狀態 但是因為今年的疫情關係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多多支持國內旅遊也是好事 其實台灣很美 很多地方也都沒有去看過 而且還有補助 對 目前這證明也要補助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個補助 也可以多好好觀賞台灣之美 但是呢 其實現在呢 防疫真的是做到很好 可是大家還是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還是要保持安全的距離喔 這樣子讓人家暑假也可以安心的玩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的節目呢 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歡迎追蹤 聽媽媽的話的官方IG YT頻道 還有粉絲專頁 幹什麼 好 謝謝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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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